北京朝陽醫院日前證實 兩名來自內蒙古的病患確診為肺鼠疫病人 該醫院的相關負責人表示 一切禁在掌控中 但拒絕透露患者的情況 輿論質疑 中共故技重演 隱瞞事件的真相 北京市朝陽區衛生健康委 和內蒙古西林郭勒盟衛生健康委 11月12號聯合發表通報說 內蒙古自治區的兩名病患 經由專家會診 確定為肺鼠疫病例 並表示 患者已得到妥善救治 相關防控措施已落實 大陸網路上的消息說 兩名病人在11月4號入住朝陽醫院的負壓病房 北京市政府與北京市衛健委沒有及時公布消息 而北京朝陽醫院相關負責人 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表示 沒有必要恐慌 一切禁在掌控中 有網友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留言說 又忽悠人 非洲豬瘟剛開始發現時 也說都撲殺完畢了 結果越鬧越大 全國都感染變了 另一網友留言表示 北京很可能封鎖進一步的消息 除官方版本 其他有關鼠疫的消息已被刪除 當記者在進一步追問這位朝陽醫院負責人 一切禁在掌握中 是否意味著 這兩名患者已經脫離生命危險時 該負責人沒有正面答覆 只表示 患者目前已經不在朝陽醫院 轉去了別的醫院 具體情況等待官方正式通知 對此 有自媒體人在YouTube上發表標題為 鼠疫來了 北京朝陽醫院一切禁在掌握 為患者安危室秘密的評論 他質疑 這次的鼠疫事件會不會像當年的非典 一定得挨到壓不住的時候 官方才出來做重大的聲明呢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說 他們的記者致電北京朝陽醫院 但接聽電話的護士表示他不清楚相關事件 說領導沒跟我們說這事兒 鼠疫是中國甲類傳染病 又稱黑死病 由鼠疫感菌借跳蚤傳播 是一種存在於鎳齒類與跳蚤的 人畜共通傳染病 死亡率極高 據北京市朝陽區政府通報 鼠疫發病急 病程短 死亡率高 傳染性強 傳播迅速 特別是敗血性鼠疫和肺鼠疫 如果不加治療 死亡率為30%至100% 鼠疫潛伏期較短 一般為1至6天 個別病例可達8至9天 臺灣上海同德堂國藥號中醫胡乃文說 在中國和歐洲都發生過非常嚴重的鼠疫 造成大量人員死亡 他認為 如今北京朝陽醫院正式有鼠疫患者 而中共掩蓋鼠疫患者病情的真相 這是中共的本性所致 因為中共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維穩 確保政權穩定 它從不為人民設想 更不會在乎人民的健康與生死